換你面子的問題 好,我們再往下看 老師 我剛才想歡迎他講的這個性物兩個小問題 一個是,他們好像沒有打分討論性善和性恶 他們沒有打分討論性本善和性恶 第二個是,他說要誠性也好,要主性情也好 他有想要討論這個要成的性最後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性嗎? 他們會不會分說,譬如說有男、有女、有有錢人、有窮人、有居觀者、有不居觀者 他有打算討論不同的人會不會最後要成的性是一樣的還是不一樣的 第一個,基本上他們都認為性究竟是善的 基本上在道學比學的傳統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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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去討論說 性是無善無過的呢?還是性是究竟的呢? 人性很深圍一層又一層 這種事很難說 因為它很難的 這個事情 人性很深圍一層又一層 這個事情難說 這個事情難說 不過的時候開文教說 你說人性大概怎麼樣呢? 你們竟然當父母的時候,你可以想孩子,你是用性惡說他,還是用性善說教他的? 我保證你是會用性善說教他的 你看卡通影片的演什麼樣的一種狀態 一對可愛的、善良的 各種動物、各種事物 人原來喜歡這種狀態 所以,我只能說,這次性善說對於人性只有很大的吸引力 當然你也可以有很多的反駁 人的慾望哪裡取得了? 從小就有自私自利 反正,見仁見智 但他們基本上都是相信,人性是究竟來講是可以的 是可以完成的 既然是 孟子所說,性善意思 乃若其情,亦可以為善 究竟來講是可以為善的 這就是 人性本的善 不是說人現在都善為這回事 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人人現存的狀態毛病多了 這就是 稍微的人是經驗的都知道 而且坦白說,毛病豬比你們現在知道的多 你們現在對於人性的閒樂毛病知道的少 我們看到的你們多太多了 人性還真是麻煩 尤其成人的世界 是 真是 人慾泛爛 真的是這樣 私慾泛爛 各式各樣的狀態 但是 他們都是歷練過來的人 這些人都是 寶經官場的歷練 通常像 周年希還是司法官 就是審犯人 他何嘗不知道的 人性的 人性的 男人女人 上層下層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人性在完成 這話是有他的道理的 意思就是說 其實人是 很難 離開他的出生地 我們這一輩子看到 人的出生背景 家庭背景 成長背景 基本上決定人的基本性格 所以 不同的個性 應當有不同的完成 在佛教裡頭 十八羅漢 每個個性不一樣 在孔門裡頭 所謂七十二季子 各個性格不一樣 所謂成德達才 如詩語之話 是各就其性格 性型來完成的 不是說都完成一律的樣子 而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 李玄家這裡所講的 所謂性是就什麼意思 想講的 是說 人的一個共通的 一個天理的向往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那個天理 就這個上面來講 不管你每個人的個性 跟你究竟要完成的樣子 什麼樣 都還有一個共通的 一個天理的向往 這個共通的東西 是超越你一個每一個個人的 行器 習性的 個性 還有一個共通性 在 這個共通性 也不離開你的個性 可是呢 有這麼個共通性 這個共通性的核心是什麼 叫人與理智 或者人與之性 所以不光你是哪一種個性 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 還是什麼什麼 位子高位子低的 是辰還是像 各種不同的 但是莫不有共通的 所以叫五性俱焉 叫人與理智性 人與人在一起 最基本的核心的相處 就是人跟人在一起 最基本的核心的相處 就是人的世界 因為人是一個群體的 這現代話講 叫做 生物學上 人類學上來講 人是一種群體的生物 亞里斯特說 人是政治的動物 我們不用亞里斯特說 不必用他的手法 你進步看 所有關於人類學的調查 人是群居的 而且人是處於群居的臨場類 而且人是處於群居的臨場類 臨場類還是臨場類 臨場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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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場類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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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是群居的 所以這種群居的動物 有它一種 彼此群居的性 性 叫人亦理智性 他不這樣就幫他講好 這樣講出 這就是他在性上說 而我們現代人都強調個性 個性的完成 尤其從Romant意識人底下 強調我們每一個個體的 Individual identity的完成 我最特殊的 我還不是說我的個性 中文的那個個性 意思淺 英文的Individual identity 意思深 就是你自為你的那個獨特性 那個叫做你的Individual identity 那個意思很深 當浪漫主義的傳統的 兩隻像挖礦一樣 一路挖挖到我靈魂的深處 明白我,只有我究竟是 把我 stance 這就是我的靈魂之所在,我生命之所在 這是浪漫主義的那一種個性的探索 這個道理跟我們這裡講的道理也不見得衝突 我那個問題就引申出去了,複雜了 這樣明白意思嗎? 好,意思不要問再來個問題 對吧 好,還有其他的問題 來,走 我有點想問你關於吳鴻誠信的問題 因為這邊,我看節目的意思好像是 吳鴻他會誠信 這個信,我們可以想像它原本不是一個完全完美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誠信的意思是,你用心去修它 它怎麼變成了信? 也就是後天才會修 你說前仙的意思還是? 信一完成以後天 前仙有這個意思嗎? 前仙說,弘則為信一完成以後天 這是後天的 是,所以它換句話說 先天之後這個信還沒有完成 所以它成信就是我們用後天才能完成這個信 我以為前仙在這個意思 因為鴻老師你的意思好像是 信,不要想出這個意思 信天生就已經完成了 完成以後我們的心 只是去不想像該怎麼說 不是這樣,是說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的意思是兩條路子 朱子是一條路子 胡黃是另外一條路子 朱子 胡黃是主於心上講的 他的心跟性是以心為主的 是心要來成這個性 所以心 意思是心要完成,心來成這個性的話 性是成於後天的 所以性變成是一個未知的狀態 所以性變成是一個未知的狀態 這是胡黃的意思 這是胡黃的意思 所以後來就傳三是性日生日成 所以後來就傳三是性日生日成 講心比較偏要心上講的時候 都是這個樣子 這樣明白的是吧 道是一本 這個一在何處 在胡黃來講的話 一在心上 在朱子來講的話 其實一在禮上 但朱子知道光這樣講也不行 所以變成心同性起 這樣明白我意思嗎 朱子這邊是性、禮為中 而胡黃這邊是心跟這個氣為中 那兩個人都想吸收對方 所以你們看見他也講性、他也講心 但這個裡面就是微妙在這個地方 所以那個簡直用具之間 有毫離之差都不行 這就是禮學的特色 這都已經禮學的高峰了 這是在 畫山論見高手過招 都是那種插著毫離就 就彈出去了 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講他們的畫山論見 是這麼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必須要仔細跟朱子講 前面你們是知道一個大意 那時候跟朱子講一字一的細的時候 你們也不容易分清楚 你們也不容易分清楚 當然我們時間也不夠 但現在正好這個機會 實際上同學也信我 你們那一書字一 不是能夠掌握得清楚的 我趁這個機會幫你們把一字一 你們也能夠把它看清楚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念文 所以錢先生也花了大功夫在這講 反而張南軒的五個 本來講的很少 南軒的學問後來跟朱子重流了 因為太多好說 真正重要性的是 這個是兩條路的變本 這兩條路其實可以有道理 這樣還有沒有問題 可以再多問一個是 可以 那如果在國鴻那條路 信是原本天生就有 已經完滿了那邊 還是需要人去盡心 想辦法去完成 是 那在哪邊的問題是 對啊 所以才不知道 因為如果是問朱子 他會說 信原本就在那邊 所以我們也知道他 就算沒有人看到那邊 原本就存在 信不存在 而且已經被聖先說體現出來了 是 可是如果我在胡鴻 因為我一直覺得前線的意思是 在胡鴻看來 那幸福 並不是 並不只是 不清楚 不知道 甚至 沒有一個完滿 完全的樣子 需要人用盡心的方式 才能完成它 所以他們後天意思是 沒想像我們要去做那個東西 它還沒有模型 還沒有樣子 如果人不去做 它就不會有哪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 已經有一個漂亮的模型在那裡 我們要去認知 有一天我們會變成那個模型 前線這裡是沒有明白 怎麼說 圖文到底什麼意思 前線這裡只說 弘位 信已完成於後天 那底下是我對於這句話的解釋 既然是 信已成信 那麼 到底完成什麼樣子 這是沒有辦法確知的 當然 對於胡鴻來講 他也會說 我也知道 大概的樣子 那還是深陷的樣子 是不是 那 你要講這方面 我同意的 大概的樣子 但你真的去下功夫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跟著心走 最後走到哪裡去 很難受 好 好 而且這一段就是我在想問這問題的 目的是 如果 後面那樣的那些 預設 不是很確認被提現 那胡鴻來去呈信 跟諸子就會完全沒有差別 因為心同性協議 是 我用心去認知 同時去完成它 是啊 如果照你那樣的解釋 就沒有差別了 對 就是我已經確實它那個樣子了 對 就有那個樣子 諸子就是說 好幾次它不可以 諸子認為說 那樣是危險的 所以特別去變了 如果說 胡鴻也認為說 性有一個 完成量 那就要先天了 對吧 如果胡鴻也這麼的話 那跟諸子就沒差了 是不是 但是 差就差在 我們要強調 那個 那個樣子不清楚的 不確定的 這樣明白了嗎 好 OK 好 請問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蘇西所講的這個性 可以說 可以翻譯成我們今天所理解 比如說 性可能包括所謂的追求 Self Interest 如來臨民所說的 或者是 Self Interest 自立 或者是 包括我們今天講的 馬斯洛講的人 會追求愛 人會追求安全感 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這是 朱西所講的這個性 就是 還沒有對他下功夫 你就一定天生下來就會有這個性 內容當然不一樣 性質上來講的話是類似的 沒有錯 如果論其先天性的話 如果論其先天性的話 當然 朱子認為 這種 Self Interest 不是人 最終的先天本性 OK 他會認為 你剛剛講 那個 譬如說 心理學家 所說的這種 生性性 найд motivo 對於樂的追求是人的本性 但是 對論其性質來講的話 沒有錯 現代威認為 這種 כ 譬如,self-interest,是一種先天本性 就可以終止認為,能以理智之人的先天本性 是有類似的地方 若任期先天的話 若有一種看法 就認為,人有一種 不管你怎麼樣 只要你大體還是在一個 所謂沒有太便衣的狀態下的人 都具有的那種性質的話 我們可以稱之為先天 而且是清楚確定的 這就稱之為先天了 而且說你永遠不能離開那個東西的 另外一種說法是稱為 人性本質是不固定的 這是人去發展出來的 這就比較偏後天 這兩種說法各有各種道理 這兩種說法各有各種道理 你說self-interest一定是人的先天本性 未必然 這兩種說法就是 為了親人 為了親人 為了愛情 愛情是不是是不是很難講 至少為了親人 為了國家犧牲的人的例子就算什麼 而且為什麼大家也特別 稱讚歌頌 這些事情見過流傳 那去人不是個瘋子嗎 那去人不是個瘋子嗎 你紀念他端骨絕 你神經病了也 能否違背人性了 諸如此類 所以到底什麼是人性 這就很難說 所以self-interest是不是就是人性 人性的糾結也很難講 所以人性到底是開放的呢 還是說其實他有一個 所謂先天的 確切的內容的本性 真之點在這個地方上 沒有錯 先天跟後天在這個地方上 那現代的界點跟古人差是非常地遠 古典的人性觀 跟現代的人性觀差很遠 因此古典的世界跟現代的世界也差很遠 看諸位喜歡哪個世界 你自己選 這個可以做個調查 不過這調查有點沒意思 你已經都講了 就沒意思 我應該先問說 喜歡二十一世紀的人性狀態的舉手 我現在是喜歡我們那個時代的人性狀態 所以才會去念這些東西 你要認到底子這樣的情形 那諸位自責自 該人喜不喜歡這個時代的人性狀態 當然我到年輕大樓其實比較寬容 我對現代的知識 有人現在接受途比前高很多 也有很多同情的了解 也有很多同情的了解 這個學會去念這個時代的人性 我剛開始說 我現在就現在就不會去念它 你 我對來兩個人 slash Institan 處得正ических 卻歸出先天,一切的惡,卻歸於後天。 雖然像是從章載、氣質經、義理之性的分別, 而其實不是章載的本意。 章載固然有氣質經、義理之性的分別, 可是章載只能派去及氣, 朱熹主張,彼在其中。 那與眾論不不同。 他與眾論不同,我們之前也詳細講過。 章載,一種氣質經、義理之性, 其實是一種太虛、一種親民無愛的狀態。 太虛、太和的一種狀態。 跟那個是理的狀態不一樣。 章載其實是一種氣性最好的狀態。 跟朱熹主有所不同。 嚴遠從氣質經這一點攻擊朱熹。 所以,他只講那麼一個, 異理講到那樣的一種, 不盡人情的狀態。 可以殺人,他自己當中經歷過那個種種的經歷。 因此,關於理跟氣之間的辯論, 就不然一路衍生到今天。 所以這兩派的這個分言很重要。 整個近代思想史,從朱熹底下, 一路有這個分言。 自言又曰:「好惡性也。 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 常惡此的真言與可知。 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好惡性也。 好惡不性的所有, 只為性則不可。 好惡惡也。 好善而惡惡,惡之則也。 換言之,好惡是惡,惡者是也。 這是就氣上講。 就情上講。 好善而惡,這個是理。 理是就性上講。 所以,好惡是性之所有, 但不能說好惡就是性。 在我們來看,好惡性也很合理。 好惡不是人性什麼呢? 好惡是人性所有的, 就說它是性不可以的。 因為性呢, 是一種究竟的, 完全的, 人心所最高向往的一種理的狀態。 簡單講,這是性。 好惡只是性, 是這種狀態。 好惡只是性中所有的東西。 這個分別。 所以,本質上還是個禮器的一個分別。 那,良明以好惡即良知。 好,良明的原文是即。 好惡就盡了是非。 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好惡就是良知。 良知就是真好真物。 那麽,這根之言的好惡性也是所謂。 所以,這個都是比較偏從心、從氣, 這條路上說的。 所以,講到底就是, 我剛才能說兩分的兩派。 好嗎? 性與派跟心細派, 其實基本上就是個差別。 各有一條事。 以以則為好惡是物。 則子細若於氣之眼。 性,則是好惡之天者。 若任好惡即性,便盡於心血。 並為好惡之天, 是性才是理學。 心血與理學,始終這樣。 底下都是起事比較與觀。 我們可以稍微快一點。 性言者監禮鬼神之。 字言人說, 性言者監禮鬼神之。 傲也尚不足以言之。 況惡互哉。 莫子道,性善云者, 嘆亦之。 此理也不云。 惡對也。 尚不足以言之。 況惡互哉。 所以,性用善來不足以言之的。 不喜歡去一定講, 性是哪一種具體的、 確切的狀態。 聽懂我意思吧? 那六曰, 或是到陳諸所講成的, 至少是小臣子跟諸子所講成的, 性就是一種純善的、 性善的狀態。 不喜歡這麼講。 又曰, 或曰, 性有生死, 忽曰無。 曰, 難者人死其心安在。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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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認為心是沒有生死的 這底下去發誘了意思 陽明說良知這個心 是神天神地、神鬼神物 好像有那個造化的功能 所以你就心上講,講到後來的時候 這個心就好像有種超越生死的意思 你不能說人死 以為人死了就都沒了 不,人死的心沒死 那在哪裡呢? 他反而沒死,還在 你不必問這個問題 但是其實人家是很難免問這個問題的 這個不再去哪 去上天堂下地獄還是輪回來還是怎麼樣 但是當然儒家這個講話 我只是認為他不死 去哪裏?不必擔心 你只要此生是盡心、誠信的 一處異底活的 你不必擔心他去的時候不好 他一定是好的地方 應當是這個意思 這是潛台詞,沒說了 那重點是在於說 心也會生死 那諸子就說 信無善惡、信無生死兩章 神就有病 天地已生物得其秀而醉靈 人得其秀而醉靈 所謂心者呢 虛靈自覺之性憂 而我們只有見聞耳 在天地則通苦喧惡 成懷了人物則隨心其而始終 所以諸子就認為 人死了心就沒有了 至其禮義而分書 因為何必為是信無死身之說 以害學者的聽乎啊 禮義而分書 你何必去講說信無死身呢 那這個是就諸子來講 所以諸子看天呢 是比一而分書才重要的 這個禮義普遍常在 天地普遍常在 這個是重要的 我們自己的行器腐朽了 心也隨之而滅了 這個沒有關係 在諸子來看是這個樣子 在講心學的人 講人講不喜歡這麼講 但講心學的人 心講心學的人講久 這個心都會變得比較偉大 所以我剛講 陽明跟胡萌都有這個味道 諸位不要說 這不是個思想問題 我現在講給你們聽你們 只是個思想問題 你們沒感覺的 說實在跟諸位講這些事情 只能變變意義 真正修為的人是 每天每天 時時刻刻每分秒 將自己心上下的動作 這個心是 就是在心上 在心上下的動作 這個心性 它那個感覺 是會變化的 聽懂意思吧 不只這個理論上 理論上 理論上 好像 這個 A是這樣 B是這樣很清楚 得失 感覺各自有不同的信念 我在跟你講的原故事這樣 講心學文 這個心會 越來越重要 越來越大 有這個傾向 所以會變成心無 心無死生 回到這個題目 那 心到底有死真 沒死真 這個事情是個有關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文物論的世界 都認為心當然死就沒有了 可是即使如此 全世界絕大多數人 還是相信有靈魂 所謂的信教 諸位要知道 華人是全世界最不相信有靈魂的民族 即使這樣 古人也是信的 先進還是信的 後來 瘦偉教 也這樣信得少 全世界大概是百分之 應該這樣說 我大膽地說 大概百分之九十幾的時間裡頭 百分之九十幾的人 都是相信能有靈魂的 如果整個來算的話 即使到今天來講 比較低了 不到百分之九 起了 恐怕也有百分之七八十的 相信能有靈魂 所以心到底有沒有這個事情難說 這個事情難講 到底有沒有死神 難講 我覺得很難聽 不過這不必討論 這不在我們課宰的範圍之內 好 所以也不能說 福宏這個想法 就一定沒道理 來個想法沒道理 這很難說理 我們現在人 現在中國哲學史 都把他們 就是把他們迴行的一竿 都打倒打死了 就是 那是二十世紀的迴悟史 迴悟史觀不必了 今天來講 這個事情 我覺得可以open 一點 固然主流還是認為 是無神迴悟論 但是 也不必 那樣子 就是 就 就一定是假心人 心無事神就沒道理 不必 這個能講 這個事情 反而我認為會永遠長下去 順便跟主委講一講 我認為 唯悟論跟無神論的高峰已經過了 就是 二十世紀是唯悟論跟無神論的高峰 人類的意識上 現在已經過了 底下不太是這個樣子 那你們慢慢觀察 是不是這樣 人類有史以來 唯悟論跟無神論的高峰 不大還行二十世紀 慢慢不太是這個樣子 因為 那個高峰的世界裡 世紀裡頭 人大而兩次世界大戰 互相屠殺利帕弗 各種主義 各種毛病 人性的狀態 是 特別麻煩那個世紀 所以 底下怎麼說還很難講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好 我們再往下看 而且第三次世界大戰 沒有打起來 主要原因是怕褲子要毀滅 否則每次數量早打起來 好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 心學跟性學 所以講 這個 一切關鍵 就是 講到 心跟性 這兩個東西 就是 人生論上來講 就是 心性 就這個 宇宙論上來講 就是 情 都企圖包反對方 但確實有偏重的不同 但確實有偏重的不同 那,對理學家來講,更關鍵的是在這兩個字上 因為你實際時時刻刻下風,不是在這個上頭下 心屬氣,心屬力,但你時時刻刻刻刻是在心上 所以心跟性的分別會有更根本 理氣是就宇宙論場所 宇宙論上有透明人身分 因為理,天靈萬物是理,落在人身上就是氣 天靈萬物是氣,落在人身上就是心 基本上就是,理學最核心的分別,成的路亡的分別也在這裏 所以虎虎也是在這段路上我們講 那我們再往下看,心學性學的分解 主心必言人心不死 主心不一定講人心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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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正與心之體用心不滿 主心不心心不成 孝欣諗 實際為視 心得至善更 心的功夫會能格物窮底。 那如果講性學,就是不一樣了。 性學的時候呢,心是蓄靈知覺。 所以,諸子諸大禹道的明德,明德也就是心。 蓄靈不媚,以句眾理應萬事。 蓄靈知覺怎麼樣呢? 其可以知道那個自善的心在哪裏。 心能功夫,就是貴能格物窮底。 所以會這麼看重格物窮底。 心能夠知。 所以,在治療上來講,比較近於孟子所講的靜心知性。 知這個性,性知如何? 這個有所不同。 差別的,開始甚為微妙。 但是,稍微以主,主一心跟主一性的,就不一樣了。 主一性的,念念之之會變成格物窮底。 主一心的,就比較不會自良知,或在心上下功夫。 這個有所不同。 那麼,自言而言, 在天地所有而眾人所有之者,聖人皆有之。 人以情為有累也。 聖人不去情,人以財為有害也。 聖人不併財。 人以欲為不善也。 人不絕慾。 人以術為傷得也。 聖人不棄術。 人以憂為非達也。 聖人不忘憂為非紅也。 聖人不誓願。 耳著、何欲遠遠乎, 聖人不懶謂禎,聖人不 congregńskie。 聖人不慶謎為聖人不습니까? 聖人不壯 código畓enfid bochанitarina。 聖人不慶也。 聖人。聖人不慶 Ranchan. 聖人不穿阿 Book,聖人不慶謎止曼其業。 聖人不慶甩,聖人不慶賜秘。 聖人不慶寛衛同 çocuğaKabungi��cast عMP 숙 negotiarque of Frllois。 聖人不慶爾辱無 kids,聖人不慶賜喉呭。 聖人不慶ıll Ast sabia ani神。 信無善惡之義,難不知所忠之皆。 聖人所自為業,將信有之業。 諸子的意思就是說,這不是聖人所自己為的, 是天性本來就有的,聖人也要符合人本來就有的天性。 就有一個明確的天性在那裡,而這是可以得物自治而明白的。 而不是說,我在每一樣事情當中去向我,這個東西重不重結。 不知所謂。 憲男一聽就討厭,因為覺得說,有一個固定在放的天意在那裡, 要我到達,我煩死了。 不是天意殺人嗎? 基本上這麼一個分別。 題將講,竟藍更喜歡常量哦, there are some plusyi... 講這個人的一切的功力,利率的計算, 其實都是自然的,而且有它的價值。 這個是更貼心現代的講了。 好,所以爺爺說,孔孟以前則之喜,使人去其本所本無。 神諸以後,則之喜,使人去其所本無。 則之喜,使人去其所本無。 神諸以後,則之喜,使人去其所本無。 神諸以後,則之喜,使人去其所本無。 之言點出,情財、玉術、憂怨皆人所本無,我必正而去之。 至於重結與不重結,以往又少人說,則我心之良之,自之之。 此人心卻,心卻之別。 性屬先,屬天,心屬人。 心卻留必,則尊人而滅天。 因此,其實,一個是編就天講,一個是編就人講。 這個確實也是如此。 再加一個字。 編,人心。 這個編就天講,編就普遍上編講。 心,編就於個人來講。 所以講這條路的親切,但容易有留必。 講這條路的呢,標準嚴密,但容易讓人覺得不親切。 基本上是這個。 情學跟天學。 確實各有得事。 至於成諸以後,則之氣,使人正其所本有。 這話就是留必。 因為諸子並沒有說是,氣都是可正的。 心也屬氣。 可是你這樣講,分天理人運的時候,心屬氣。 諸子是很看重心的。 也是心學大學。 可是留必就是我偏重心跟理了。 那麼,我這個氣,豈不是,就是我的行氣害了我今天沒有辦法達到這個天理的狀態。 使人正其所本有了嗎? 對不對? 這個留必就不容易這個樣子。 本無本有,這兩個意思滿重要的。 因為中國的傳統都是希望,要恢復人的本有,去其本無。 無論是從中醫到如是道三家之學,都是這樣。 只是在問這個本無本有是什麼而已? 人所本有的。 旁邊 元ner 是 unite 的婚禮師。 那 已經開通人家的身體控宜無。 對身體保存。 jumping 元ne 是社人。 servi 軋惦 元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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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全成婚禮師。 當 元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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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日 Job和 whipping奔 ouaisんner 人很多的毛病,是因為太緊張來的。 現在生活的緊張忙碌, 緊張是人, 人很多的毛病, 是本有的嗎? 小孩子,天生不會那麼緊張的。 你要能夠去掉你緊張的毛病, 你很多的慢性病都沒了。 同理的,你要去掉你這個害怕的毛病, 去掉你那種時間還沒來自在那裡擔心的毛病, 還有你心裡的事情還沒來, 你就會先有一種各式各樣的花樣, 人的花樣很多,各種的花樣。 今天一樣的事情來, 諸位的反應都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每天心裡的狀態不一樣。 這就是習性。 那照醫家或者休養家的說法都是這樣, 去掉你這些不好的習性。 這樣你就健康了。 你的心裡也健康,身體也健康了。 所以都是這樣, 富其所本有,去其所本無。 那只是說這本有本無是什麼? 你自己這樣就覺得很正常。 你自己、去掉他本無的狀態。 你自己本來不喜歡的那些種種的。 人餘的狀態。 有自己不喜歡啦。 有自己的動作不是什麼? 你自己本來不喜歡的那些種種的。 我們現在直接休息一下